就是本人可能不喜欢读书 但是却他们又很想学东西的话 那怎么办 所以低分上大学帮助很多人受教育的机会 如同我们大家所感觉的 我觉得有 好 那我们就是提问 为了请教我们所有的同学们 以及大家 所谓低分能够上大学 至少还做到一件事情 可以帮助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你觉得你同意这一点的 请答圈 好吗 低分能进大学 至少有一点他做到了 他可以让人人都能够有受教育的机会 帮助了人人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这个是一个正面很好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换一个形容词 就是强迫人人都要接受高等教育 我现在谈的就是 我童年的时候我们讲的升学主义 到现在他一点都没有消失 也就是完整学历的迷思 因为如果零分跟十八分 十七分都可以念大学 变成你不念大学就很奇怪 将来这不管就业跟发展的时候 就有一个社会上的一个 身份跟形象的一个歧视出现的时候 如果让每一个不该念大学 念大学很痛苦了 然后父母为了他念大学 也累了个半死的那些人 也进去的话 我觉得我们耽误了很多天才 我们耽误了很多富翁 我们耽误了很多成功人士 他们就是一定要熬到那天 只求一个东西 拿到人人都有的进场门票通行证 我先是这样看这个文凭 六号同学 你是不是不该念大学的大学生 我觉得还好 还好 所以把你的心声告诉我们 你在自己当年大学的时候 你真的是 如刚刚爱妮老师所讲的 只是为了一个完整教育的大学 好像大家知道 要搞一张机票一样 从第一层要做到最后一层 还是你真的念大学 是有你的计划 你的目标 你有求学的欲望 我现在是蛮有求学的欲望 你刚才考上大学的时候 对 那之前呢 我现在目前上课都是做前三排 因为我想说 因为我们那个科系 几乎都是一些专业知识 好 你之前呢 在你高中的时候 我高中是普通科系 那时候准备大学的时候 你有很高的求学的欲望吗 那时候 那时候就想说 本身大学现在都百分之百 稳上了 就没有很认识在读 因为你的同学进去 跟你的分数差不多吧 对啊 好 那你们大家都是同样的心态 进到学校吗 都是啊 几乎都是啊 几乎都是 那你们做什么每天 每天哦 就 就有时候会敲课啊 那时候教师的前三排谁做 教师的前三排哦 就一些比较想读书的 就会做啊 你是吗 我那时候有的时候 我想上课 我就会做前三排啊 很快我们前三排都没有人做 都没有人做 都是空的 一年四季都是空的 所以你们的学习气氛是什么 我们那边很多人都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来到这里了 然后 而且大学就是让你很自由 你可以在外面啊 或者是 尤其我们学校又不太点名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同才之间 会让你越来越不想念书 然后大家就散了 6号有吗 我们学校会点名耶 而且在刷卡 那4号呢 你学校的学习气氛如何 我们学校会点名 而且我们老师 就是我们班导师 其实对女生都还蛮严格 因为我们是体育系嘛 所以女生很少 她每个都认得 然后她 那我第一学期的时候 我记得 因为我觉得我成绩那么差 所以我也不喜欢读书 然后我就进去玩的 第一学期我分数出来之后 她就跑过来问我说 你考几分 你第几名 然后我说 我三十几名 她说 我就知道你是进来玩的 然后我就说 我就傻眼 我想为什么 她会有这种偏见 她说 我看你爱玩的样子 我就知道你不会读书 之后 好凶狠哦 对 然后之后 我觉得这个老师也是帮了我 我之后 每个学期都考前五名 5号你有吗 你的学习气氛一开始 你是似乎比较有计划要再念的 就很棒啊 对啊 就老师教的就很认真听啊 很认真的学啊 你是班上 一直做前三百的人 算是 六号你呢 你的学习气氛后来是怎么改的 还是一直这样子下去 因为我发现 我上学期被当太多课 然后下学期 一定要认真读书啊 所以你现在的学习精神 到底有没有改变 有有 有有有有有 好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等等来告诉我们 大家的回答 对不对 我们的问题就是 第一分期大学之后呢 同样就是因为 学习气氛的问题 反而造成学生会更加的怠惰 学习情形会更退步 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的 请答圈 第一分进入大学之后 那个学校的学习环境 学习气氛可能也不好 到了最后 会让学生的学习能力 跟精神更加的退步 我听一下五号妈妈的意见 跟六号妈妈的意见 五号妈妈你是认为会 为什么 因为那个环境会影响 那个孩子的学习情境 所以以我个人来讲 我是觉得说分数比较低的话 就不要 而且那个科系又不是 不是自己所喜欢的话 只是因为可以填而上大学的话 那我会建议说不要去念 念完大学之后 结果他变成是 我是大学生 你就腰没有办法弯的比较低 可是事实上又没有学到东西 对 所以我是比较赞成是说 如果说大学分数太低 没有考好的话 就是去工作或者去学 自己想学的专业方面的 我会比较强调说 学历的话不是要重视文凭 是要能力 就是说会生活会比 那个会读书还更好 对 好 五号妈妈对于大学里面的 学习气氛是抱着比较悲观的看法 如果你是低分进行的话 六号妈妈你觉得 我不说妈妈 六号来宾好了 对 六号来宾 因为呢 我的学生就坐在这边了 你也是有老师吗 我觉得低分上大学是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 不管你接不接受现在的趋势 现在在发生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常总讲到 你是不是在高中或大学学到你想要的 因为很多高中生 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可能是父母说读这间大学 读这间学校 可是呢 我觉得如果你读的是你喜欢的东西 你就会努力去读 而且真正见证 这样的是社会大学 就是不管你的学历文凭是怎么样 那你真的到社会上 你学的是不是你要 有学以致用的东西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所以我问一下就是 你认为低分进入大学的学生 他在大学的 你的态度就是 他大学里面的学习精神也会改变 有可能会改变 不会永远这样子 跟高中一样的态度下去 他可能大学发现到兴趣 大学的校园的环境 也许让他的学习能力 有刺激的可能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而且主要是 你选的系是不是你喜欢的 像现在我们的高职 你选的系是不是你喜欢 你读的是不是你喜欢的科 我觉得这很重要的 因为你有兴趣 你就会花时间去读 然后成就也会比较好 所以刚刚对妈妈的意见 与其低分进大学 不如提早就业 你不赞成 我觉得学历高 是会改变一些东西的 对 但是如果说你 不需要那个大学文凭 你就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我觉得可能 那个文凭你也可以提早就业 否则的话 还是有一个文凭 还是重要 来 六号 你觉得哪一位妈妈妈 我哪一个来宾的回答 对你来讲是比较合适的 你比较赞成 我是觉得六号 为什么 你的将来的三年的 你想要做什么 你未来的志向是什么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未来志向想干嘛 真认真念书 差点想翻你个奖子 好像翻不下去 所以你现在觉得 你的大学生活 究竟对你来讲 是一件有帮助的事情 还是你 你只是让每天时间 在大学这样的过去而已 我觉得我只是时间过去而已 好 我问爱妮老师 帮助我们六号同学一下 我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一件事情 他问我 他说他是一个单亲妈妈 他非常辛苦了 养大了三个孩子 咬紧牙关 每个人都要大学毕业 因为大家都说 这个是个对的事情 可是他大学毕业以后 他的三个孩子 只有一个找到一个 非常差的工作 另外两个 宅在家里都找不到工作 他问我 他说爱妮老师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如果这个工作 这个学校科系毕业以后 是找不到工作了 请问教育部为什么要开 其实这点 我们是蛮沉重的 如果你们觉得 你人生没有目标的时候 你要有你玩四年 University的话 父母在那边缴贷款 在那边非常辛苦的 把钱跟时间 跟家用的钱 还有你的生活费给你 我觉得这部分的成本 有没有人要替他们想一下 我们题目简单 我只问我们这边年轻的朋友 向南威 为什么要念个大学 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工作 工作上就要大学的问题 就是这回事 念大学就是为了将来 找到好工作 在你认为 念大学的目的就是这个 请答圈 好吧 这五十位同学 念大学就是为了 要找到好工作 这就是念大学的目的 相信一半 先是子女来 先是学生来找我 说你为什么学校这么严呢 你好刚我完后 我们来混文凭嘛 你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干什么 这个学生讲完之后 父母亲又来了 说你学校有多好 何必这样的混文凭嘛 我记得混文凭 将来找工作方便 那高中这种想法 到大学更有这种想法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社会的风气 还有现在目前 我们那个一个 舆论的导向也是一样 每年报纸打开来就是 哎 榜首是哪几个 哪几个是满积分 哪几个考虑上好的大学 所以整个社会风气 导引我们这个变成八股文化 没办法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风气 能慢慢改变呢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讲的 刚刚讲到环境嘛 然后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没有办法抗拒 那个一直要这样上来的 那个环境 所以你的回答也是 大学就是为了找工作 对 我一开始就是 你讲那么崇高了 就是为了找工作 对啊 我刚刚开始进去 因为念 就是选新闻 可是很多人告诉你 大学的目的不是这个 可是理想跟现实 那个差距 就是中间我们 好我们再回到现实来 可是现在不是你有大学 就找得到工作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 大家要有一点远见的事 反而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对 说是博士很多找到工作 现在目前从我们找到工作 我觉得就是大学 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 然后它是先拍 先铺出你一条 未来社会的道路 所以进去不一定是为了 找工作 之后的未来 而找工作 而去读大学的 就像我一样 我可能就是本身 我自己是在学校里面 玩社团 我可能参与不同的社团 我学习各种语言 然后或者是我拓展我的人脉 那老师或教授就会告诉我自己说 你也许当初像我考高中考99分 只考还没破百 这种情况下上大学 但是他觉得未来大学就是 可能人际关系 或者是像我认识周边的人 然后有各个不同领域的选修 或者是他们必修 或者是他们专业 这样子 以后出社会以后 其实是人脉关系 我问一下 你在高中的时候 你当时的特长 显然不是在考试方面吗 其实一半一半 因为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 并没有很认真的去专注科业 那时候你自己觉得特长是什么 有没有发觉到自己有什么特长 或真的专业的兴趣 那时候的特长可能就是 唱歌或者是主持方面 所以对人际的关系 你就很有兴趣了 对 那时候就开始很明确 那像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我在念大学 应该有什么样的科系 适合我发展 我觉得就是读 比如说文学方面 或者是读传播方面的科系 好 所以你就以这个目标去考大学 对 但是你考上你要的科系了吗 对 我考上我要的科系了 然后到学校里面呢 你刚刚说你 你学习到了社团 你告诉人家 你的大学生活 你怎么经营呢 首先我可能就是会在大一的时候 我可能一样 就是跟大家一样 懵懂无知 然后我就会先立出我的计划 然后可能我刚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 可是我可能会去 朝我的计划慢慢进行 然后去铺路 比如说参加社团方面 我觉得兴趣其实是很重要 所以先从兴趣去发展 然后到最后你再去学你 兴趣铺出来的专业这样子 所以你每天上课很认真吗 我刚刚有说英雄出少年 你如果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你为什么要去四年花那么多学费跟受那个苦 四年要全力以赴追求你的专业了 不是参加社团跟建立人脉的 可是高中你也是没目标 你现在直接出社会 所以这个问题是从前面过来的 我了解 可是你进大学 你可以慢慢慢慢的造 因为大学有很多科系 交很多朋友 你会慢慢的知道目标 如果你进了科系 已经不是你后半辈子 要靠他成家立业的话 你通常是在虚耗时间 还是要转系 那个都是很多的成本的耗费 我想要讲一下 就是关于我的方式 是我进了大学之后 其实我现在做的工作 跟我的科系 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我在我的大学里面 因为跟高中不一样 你高中被绑在那边 能接触的就是一样的事情 然后一样的人 你早上就是上课 晚上就回家看爸妈 然后那我大学之后 我有自己的自由 然后我有了新的 朋友是来自四面八方的 所以我也是在大学的时候 接触到我现在的行业工作 然后我才会 慢慢的 我觉得我应该往这边走 我觉得它是一种 不同的学习的方式 然后不同 我大学以后比较自由了 我就可以开始接触 各式各样的 所以没有那个大学 不会有今天的苏靖君 我觉得是这样 我相信 你要不要答复一下 刚刚老师跟你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 其实我刚刚忘记补充 我除了玩社团以外 我在课业方面 现在也是非常专严的 对 就像我现在本身 我一开始可能是文学系 可是我后来转去外文系 我当初在我转外文系的时候 我也是有下过一番苦工 我才有办法 在我们学校是以帮手的方式 考上外文系的 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 都好像是在讲说 上大学学东西 或学专业 但其实我觉得 在大学我们可以体验 一种新的生活 找杂不余 给我 曼